与14岁女友分手心情差 台东二郎落跑22小时被逮 韩君浩因为和未满14岁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 遭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去年6月底假释后必须佩戴电子脚镣 交付保护管束 没想到昨天晚上他竟然破坏脚镣后逃逸 电子脚镣有宵禁管制 每晚10点到早上6点不得外出 昨天下午4点多台东地检署发现电子脚镣讯号异常 调查后发现已遭破坏 而且电子脚镣被弃制在花莲光复乡大部火车站附近 检方已经通报花莲台东警察局发布通气令 这名性侵恶狼已经在宜兰落网 我们是在他睡梦中的时候逮捕他 他是睡在他的网友等于是一个厨房的地上 我们逮捕他的时候他也在睡觉 骑着在台东路也偷的这台机车 潘骏昊昨天下午2点多从台东路也出发 下午4点多抵达花莲破坏电子脚镣后 一路骑到宜兰原山乡找网友 你去哪里做啊 这本是夫妻党 哦夫妻党哦 你到底怎么知道啊 拍游戏是知道的 哦什么游戏 传说对决 哦传说对决哦 这会好适 你去玩我也知道 对啊 所以你来这里是因为在家的关心有了 对啊 自己有事情啊 心理有数 对啊 有心思就对啊 所以要走一走 要走一走就对了 只知道说他交了一个14岁的女朋友 嗯 我说你们给人家干嘛 他说没有 但是对方妈妈就是告诉他说 就是未拐优承年不能在一起 嗯 然后他就说他依然依然善心 他就突然就出现了 因为就觉得说他就是个弟弟可能 很久没交女朋友讲话 就是这样而已 潘骏昊因为传说对决 2018年12月7号和网友夫妻成为赖好友 还称他们是姐姐姐夫 然后我就想说应该就调钱包就让他住嘛 他说他早上就要走 我想要去让他充个店 我们知道这个情况 心乱吧 嗯 我觉得他有点可怜 没有钱又半夜没得回去 入住网友家厨房后 就一直和网友在这里玩游戏玩一整夜 然后我老公就说就突然讲了一句说 他包包里面一把刀 嗯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他拿出来给他看 他说这个人很危险 何止危险还很可怕好不 他说他开始给他做 有没有下去了 有没有做不到就要有 土法中心综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